2015春夏礼品展 于4月23到26在台北世贸仪馆热闹登场 各式文具、玩具及一文礼品等 珍奇斗眼 纺织综合所将纺织科技结合人文、设计 并将品牌商带入礼品领域 至今已五年余 现在让我们听听纺织综合所的辅导厂商 Henachance公司的白饼权设计师 介绍它们符合凹肚精神 全球滑雪唯一规格 轻便防风透气弹性的西班牙围巾 是如何设计制作出来的 是代理西班牙的一些 Span这个品牌的运动用品 像是这些头巾类的商品这样子 它主要功能就是在你运动时候 吸湿排和防晒 所以在夏天你会常常看到 骑士或者是钓鱼的人 会使用这些产品 那这个是目前 在市面上唯一每年都会出新款的品牌 对 有设计 我们台湾有出设计的 然后国外 主要是国外也有设计 对 那两边都会一起 因为设计东西不可能就有单一骨 如果可以多元化 它那个风格就会都不一样 看起来比较丰富这样子 因为我相信一个很颜色的东西 跟Block & White的东西呢 大家都会喜欢颜色的东西 因为看起来就会比较清清舒服 对 所以它的设计上面都会比较 有设计感 然后比较缤纷一点 对 那眼性 物料 颜色 都会是比较博愿 对 眼性的话 头巾像这种头巾 可能就像这样子 单单一个 脖子它只是它其中一个变化 那基本上它可以做到14个变化 甚至15个16个都可以 对 符合奥兜的精神 因为你只要出了门 只要带着这个东西 你就不用说准备 我要准备领金口罩帽子加围巾 因为我们包包就这么小 你怎么可能准备这么多东西 那尤其登山的 当然是装备越清越好 所以通常只要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是全球滑雪唯一规格 对 滑雪的唯一规格 因为你滑雪不可能用大的围巾 不会好几圈 这样你如果被勾到 很危险 在滑雪的地方 所以它这个是主要清便 又可以得到保暖的效果 对 那主要是透气 它几乎这个已经是两层的 那如果你再穿戴眼镜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起雾 那如果你不透气 你的气会从眼睛这边跑出来 很容易就造成眼镜起雾 你就没办法运动 因为太阳是从天空上照下 主要第一就是遮阳 保护眼睛 增加你的视线良好 对 所以冒岩的话 它是有得到全球专利 台湾的专利也有拿到